本文由明星粉丝团作者柴飞原创,为今允许不得转说道,《三生三世真上书》这部作品的导演,的确算是很不错了,知道我们已经入戏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所以在拍摄这部《三生三世真上书》的时候基本上,都是会请他们来继续出演,比如说我们的女神姚蜜,这次就回归了, 会在《三生三世真上书》之中继续出演,女神迪丽热巴都已经发微博了,只是这部作品还在拍摄之中,所以他们的造型都打了马,没有曝光出来,不过就算是这样,很多网友都已经放心了,在大家心目中,这杨妮过后在五百遣,除了女神杨妮已经回归,很有着王小她也回归了,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之中, 她就是司令星君的扮演者,这位角色也是塑造的不错,大家都很期待,很多网友可能不知道,我们的司令星君,在现实生活中,完全就是一个学霸,曾在俄罗斯留学两年,还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,不过她从小就想当演员,为了步入娱乐圈,她可是已然辞职回国, 也难怪她的演技不错了,除了这几位回归之外,也有一些角色换人了,比如说很多网友都比较喜欢了白真和哲言,都成了别人出演,哲言变成了陈楚河,而白真也成了黄俊杰来出演,很多网友都是比较遗憾,有网友曾表示他们是因为当期的问题, 所以没能继续出演,不过这新版选角也是不错,这部《三生三世准上书》还没有,有播出,如今都这样火了,大家可是很期待,希望它能早点播出,不知道大家最喜欢《三生三世准上书》之中,哪一个角色了?本文内容均为明星本次团原创,转载请先联系我们,谢谢! 感谢观看